对于松弛感对于我们成都人来说 真的是特别有发言权 因为我们常说一句成都话 Bass the band 就是松弛的极致化体现 接下来我相信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还有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都期待很久了对不对 接下来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好吗 让我们有请经典品牌代言人 同时也是成都人的李宇春 现场的朋友还有正在线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李宇春 哇春春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看到这种有机生活满满的场景 也看到大家这么的热情 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吗 很开心来到经典有机生活节 那我知道这一次呢 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 这个分享有机生活 然后也会去解锁一些新的有机生活的体验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是的我相信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也非常的期待 对不对 其实我们说到有机体验 今天我们的活动叫做有机生活沙龙 那我们就从有机生活开始聊起 我知道其实春春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充满着有机 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春春 在你的观念当中是如何理解有机生活的呢 其实有机生活好像听起来比较抽象嘛 但是其实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朋友会去用这个环保的购物袋 去买菜啦 购物啦 这也是有机生活方式的一种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 我想一想啊 比如说我们休息日的时候 会骑车出行 绿色出行 这也算是有机生活的一种 对吧 然后我再想一想啊 还有就是 比如说我们会用一些旧物去做一些改造 然后让它有一种新的生命力 这也算是有机生活的一种吧 嗯 哇你看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都说 对对不对 是的 刚才我们春春也和大家聊到了那么多的有机生活 那么也想问一下 春春啊 在您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有机生活的体现呢 在日常生活中 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首先我会 我出行一定会带自己的杯子 哦 环保 一定会要带自己的杯子 然后呢 我会喜欢户外运动 喜欢这个露营 就是我 我觉得是去亲近大自然 包括我上一次回成都 大概是在三月的时候 我就去看油菜花 哦 看油菜花 那也是一个非常有机生活的方式吧 然后我记得我还有一个 我喜欢改造我的旧衣服 然后就是会把我曾经穿过的一些礼服 或者是演出的衣服 然后再进行新的改造 包括我自己有 我二十年前穿的T恤 我都有保存的很好 哇 是不是很能干 对不对 哇 我看到粉丝朋友们 这个眼里都是带有光芒的 那么这次我们也知道 雨春的这个老家是成都啊 来到成都的 再次回到成都的感受怎么样 很开心啊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端午佳节之际 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 然后跟这么多很 这个家乡的 这个亲人们吧 算是 我的亲人们 哇 亲人们 对啊 就是又亲切又轻松 然后很拔死 很拔死 拔死的呗 对不对 拔死的呗 哇 还是春春讲的比较正宗啊 好 那么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春春 和我们分享 她对于有机生活的一个理解 还有一个践行 其实我经常有关注到春春的社交平台 我看到春春经常有运动和健身的好习惯 对吗 是的 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一个运动和健身的心得好吗 嗯 运动我觉得好像就是我日常生活当中 密不可分的一个项目吧 从最开始会有一点点辛苦 到后面我觉得已经 已经非常的享受它 然后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去释放很多很多的压力 然后运动之后人也神清气爽的 嗯 是的 因为我知道春春一直都非常的自律 好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带给春春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春春 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机的运动方式 叫做八段井 有没有听过 我当然有听过 有听过 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没有体验过 对 那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 对不对 体验一下 对体验一下 我们八十的杯好不好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八段井是被称为中式瑜伽的 它呢 起源于我们的宋代 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可以说它的一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强的 那为什么它叫八段井呢 春春知道吗 可能需要你来解释一下 是的 八段井它一共分为八段 因为它的动作非常的一个优美 柔和缓慢 就像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井段一样 非常的丝滑顾名八段井 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 我想大家都非常着急地看着春春一起来体验了 对不对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资深八段井教练 李欣老师 带我们体验一下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春春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来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八段井 好吧 李老师 好的 八段井是中国传统那种锻炼身体的方法 它其实是可以调声 调息 调心 大概分为这三个部分 可以舒筋活络 让大家回到一个骨振筋柔的状态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 就是李老师和大家 还有带领我们春春一起来体验一下 有一个小惊喜送给我们现场的 来自我们经典的会员朋友们想不想要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有请春春给我们现场抽取三位幸运的粉丝一起体验 让我听到大家热情的尖叫声好吗 我们看一下是哪三位啊 这么幸运 我是抽三位吗 随便抽一个 再抽 看一下你的直播间 37春春 是几号呀 27春春37号 好 好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再次欢迎大家共同来到 咱们今天有机生活节的直播间 现在您正在收看和观看到的是 春春的为粉丝朋友们去抽取到幸运的时刻 那同时呢 我们接下来的福袋里面 也为大家去准备到了 李雨春的亲笔签名照 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 抓紧时间 参与到我们直播间 左上角的福袋当中 来共同体验一下 来获取到 好 抓紧时间 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 想要李雨春的这个 想要李雨春的亲笔签名照的 各位朋友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那么接下来呢 春春也会和我们的李老师 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八段景 从我这个角度看 真的 春春的笑容真的是有治愈力量的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变得很温暖 很开心 哇 当然了是不是 谢谢 那么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还要准备一下 谢谢 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 我就有现场听我们春春的演唱 我就是您的粉丝 没想到多年之后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您同台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好 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请登台来共同体验一下 是两位吗 还有一位 对 还有一位在那边 那要不要老师站中间啊 好 我站这里啊 就是你们三个可以站一排 或者说站后面 就是你的手可以打开 然后呢 前后有这样的一个距离 会跟好的活动开 好吗 分开一点 分开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是 是这个意思 就是春春可以站前面 我在这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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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站后面 是的 是的 我们的春春和我们的林老师在前面 是的 来 麻烦 谢谢 好的 大家可以听得清楚我讲话吗 听得清楚我讲话 我就先确认一下这个事情 好的 我先说一下 我们第一个呢 是叫起式 然后呢 是一个抱球桩 就是我们起于桩 行于桩 止于桩 站桩的这个动作呢 首先要立身中正 我们现在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 好 肩的外延跟脚的外延 在一条线上 好 我们的肩颈对跨窝 对脚底涌拳 好 三个点垂直下来 垂直受力 头部自然端正 头要平 肩要平 胯要平 膝要平 膝盖要平 这样保持立身的中正 好 头顶百会 跟这个在一条线上 在两点之间 好 我们现在呢 好 两手打开 好 掌心朝外 好 逐渐感觉一下 我们在项内合的过程中 边合 边沉 好 这个是一个抱球的这个 装的这个动作 好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好 我们头部自然端正 保持下额微微的项内收 感觉头顶百会向上领 我们向天地借力 好像有一个向上领的一个意念 我们要以意领气 好 我们需要感觉一下 我们的肩向下沉 走向下坠 两臂向内抱 我们需要有一个向内抱的意念 好 就是我们的手臂呢 就是大臂不动 收小臂 然后呢 把腋下困开 对 然后呢 我的意念是向内抱 你看 我有向内抱的意念 对了 对了 然后同时向外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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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春春真的有很认真的在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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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当我们抱了这个球之后呢 好 我们需要屈膝松胯 好 膝盖微曲 膝盖注意不超过脚尖 好 身体下沉 好 微松微履 收小腹 好 我们就抱了这个球 感觉 好 我们需要感觉一下松胯 微前轻一点点 重心在前脚掌 头要领起来 好 可以了 这个就是完成了这个动作 好 做得非常好 是的 好不好 好 我们的动作都完成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哇 真的 我觉得我们春春 真的做事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敬业 好 那么春春刚才体验了 我们的八段井之后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 就是来春春用成都话 来重复一下我们这一个 双手脱天李三交的 这个不是双手脱天李三交 对 我们待会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这个招式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一个招式 是的 叫什么 双手脱天李三交 双手脱天李三交 哇 是的 完全正确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是的 说得真好 对不对 那也带我们春春来体验一下 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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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呢 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两手抱球 回到刚才那个动作 两手呢 自然向下落 落到腹前 离身体大概是十公分的距离 中指也距离十公分 好 两手交叉 好 吸气向上 蹬脚到弹中穴 好 然后呢 翻掌 手指也有个翻转 抬头 看着手 好 回正 头回正 两手呢 掌根用劲 劲在掌根 好 现在我们先放松肩 再放松走 两手打开 撑开之后呢 身体下唇 回到抱球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就叫 两手托天 礼三交 首先呢 我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是为了 礼三交 为了让三交通畅 所以当我们两手交叉 吸气向上的时候呢 带动了小腹 这个小腹呢 我们整个五脏呢 有一个向上提 这样的一个作用 让整个 我们的内脏呢 有一个向内收缩 让气机向上 这样的一个功效 好 可以了 这个动作完成了 我们还有动作吗 对对对 下面这个动作比较好玩 这个动作呢 叫就是 左右开弓 四射雕 这个动作呢 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人 就是拉弓射箭 这个动作 好 这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需要 回到刚才这个抱球 这个装 好 我们来一起做一下 好 回到抱球 这个装 好 现在呢 好 我们身体呢 好 感觉身体下沉 我们现在要开左脚 左手在外面 好 身体下沉 好 两手交叉搭腕 出步 好 站起来 两手搭腕 我们现在出去了之后 好 开步 大概是脚 有三个脚的距离 好 两手交叉搭腕 好 我们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呢 左手呢 变成八字掌 右手呢 变成虎掌 对 左手立掌 好 右手呢 变成虎掌 好 我们边开弓 边唇 现在要拉弓 好 现在眼睛呢 看着左手的这个食指 我们开弓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是大肠筋的起点 好 眼睛看着左手 开弓 哇 真的有一种 这种射大雕的姿势 对不对 对 对 我看到我们第一排的领导们 也在学习 我相信一起体验有机生活 真的是我们一起 那我来说一下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这个肩膀呢 需要就是把大臂呢 抬到肩同高的位置 好 这个地方呢 要用劲 对了 有劲了 非常好 这个手一定要守在这个肩膜处 这是云门中斧 然后这个是费劲的起点 哇 你看 圈圈真的把每个细节都学到了精髓 好 好 现在我们说一下 这个脚呢 需要就是重心在两个脚之间 现在你的重心在这个脚 现在我们把这个重心移回来 好 就是两个脚呢 同时向下沉 同时向下沉 哎 对了 然后呢 脚呢 大概是一个梯子形 这是一个马步 好 然后呢 你看一下 这个绿风猪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做得很好 好 我们这个眼睛呢 头转过来 哎 看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大场景的起点 好 就是这样转过来 这个走关键向下坠 对了 好 来 感觉一下 哎 对了 对了 感觉到有劲了 两边的这个劲点 对了 哎 它连通了这个劲 好 非常好 春春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 好 这个地方呢 好 也打开了 是我全新的一种体验 从来没体验过的 是的 全新的一种体验 对 我们现在会把整个的胸肺打开 然后呢 把整个肩部肌肉都有活动到 好 下巴微微地向内收一点 然后呢 微收下巴 看着那个点 看着那个食指那个点 好 身体上下沉 上下坐一点 哎 对 收腹 哎 对了 非常好 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好 好 是的 起来了 我相信三位粉丝也是觉得 春春做得好吧 做得非常好 是的 哇 真的 我已经感受到了 春春刚才的每一个招式 都是非常的精准 刚才也是忍不住 用程度话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 呃 这个重心太靠右 所以感觉腿有点逗 但是后来经过老师调整之后 发现哦 其他重心是在中间的 哇 是的 捂得好快对不对 对对对 好 这个就结束了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林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 来 我们合眼一下吧 给这个福利 对 对 来 我们来 对 春春站中间 春春站中间 哦 我站中间吗 好的 好的 好 我们一起面向摄影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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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 谢谢我们的经典会员朋友们 谢谢你们 哇 我真的觉得刚才 春春在体验整个八段井的过程中 是非常的愉快 然后我也看到我们来自经典 还有我们伊丽的领导嘉宾们 也是忍不住地体验了一下 也是从自身践行我们有机生活方式 感谢 感谢你们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刚才我们经过了一个小小的运动 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互动我想问一下 春春平时爱不爱喝咖啡 喝咖啡的 那么平时有没有体验过 亲手制作咖啡 也是有体验过的 有体验过对不对 对对对 但今天我们可能会把难度加大 我们会由您来亲自来 拉花一下 有体验过吗 我有体验过拉花失败 好 那今天是否成功 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有请到来自我们成都本地的咖啡店主理人 陈松老师 请他来将我们制作一杯拿铁 掌声有请 你好 哈喽 陈松老师来和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陈松 是成都本地的一个咖啡师 好 那么在这里我想问一下陈老师 制作一杯正宗的拿铁有哪些决定性的因素呢 制作一杯拿铁的话一般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香气丰富的咖啡豆 第二个就是一个醇厚感十足的牛奶 最后再加我们打发的一个细腻的奶泡 这三个因素满足就可以制作一杯醇厚感十足的拿铁了 好的 其实我们今天也了解到陈老师今天带来了自己特殊拼配的咖啡豆 在这里也可以配上我们的经典有机奶 来和我们春春一起制作一杯有机拿铁 春春期待一下吧 期待 好 让我们一起来开始制作好不好 好 请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一个咖啡的制作区 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来焦春春制作一杯拿铁的第一个流程 像我这带的这个豆子是一款巴西拼配的 然后巴西和云南都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咖啡生产的地区 然后两者也有不同的特点 融合之后可以让这个咖啡变得更有层次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就是抹粉 好 进行一个甜压 我们已经闻到了这一个咖啡粉的香气了 非常期待我们这一杯有机拿铁的味道 来 请我们的陈老师也和我们现场来展示一下下一步的操作 好 现在这一步就是在萃取了 萃取的时候要注意一个事项那就是萃取的时间不能太长 控制在15秒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萃取的时长对不对 那么陈老师还有没有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萃取咖啡叶的这一个关键点呢 关键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温不能太高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那个磨豆的粉不能太多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你太多的话或者太少它都会让这个咖啡萃取不均匀 是的 没错 并且这里会有一个比较烫的蒸汽我们要注意安全对不对 对对对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咖啡叶也已经萃取好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操作呢 下一步就进入了打奶泡的环节 现在我先用这个牛奶然后倒入我们的拉花缸里面 哇 当然我们选择的是我们的经典有机奶 哇 我们可以看到 真的是熟悉的我们的经典有机奶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打奶泡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 哇 你看我们春春忍不住的去看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有我们经典有机奶打出的这个奶泡 真的是十分的绵密 春春有感受到它这种绵密的感觉吗 确实 好 现在这个奶泡 对 我想到除了陈老师这么多年精益的手艺之外 真的和我们经典有机奶丰富的乳酯 真的是分不开的 才能制作出如此细腻的奶泡 大家说对不对 好 那个现在这个奶泡就已经打好了 那个春春老师要不要体验一下拉花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春春这次是否能够拉花成功呢 请问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 你先把这个拿着 然后我教你一下注意的动作 好 这边握这个拉花缸 拉花的手势是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你看就很有经验 有经验哦 春春 好 这边握这个缸 注意点 然后先缓慢地做一个脚圈圈的融合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就是你这样 然后让它进入 对对对 这样搅圈圈 好 然后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 这个圈圈有什么讲究吗 那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让流奶跟咖啡叶的融合 对 然后像现在这种情况 融合到七八分满 然后我们对着这个叶面的中心点 然后进入一个大水流的注入 那么这个出花点就出来了 所以它现在的这个构图是无所谓的 对 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做那个出图 你现在不是做了一个融合 对对对 我现在就已经有点慌张 对于这个构图已经有点慌张了 所以它是无所谓的 对 是无所谓的 那就好 然后现在对着中心点 一个大水流融合 就这样 我可以给你带一点 这个流奶有点分成了 大概就这样 然后抬过去搜 搜尾 我看出来了 是一朵有机花朵的感觉 是不是 是的 这次算成功 算成功 因为我看到了一朵花的一个图案 是的 因为刚才是不是聊天的时候 这个时长 所以它刚才就是 因为我们如果是自己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点 那个就是 你把那个 就是我们把那个奶泡打好之后呢 在融合完之后要立马做图 为什么 因为它的奶泡跟那个牛奶它会分成 分成之后它就 相当于下面是水 上面是泡沫 然后你一倒就水全部进去了 上面的花就没有显出来 这样子了 来 我们春春怎么说 我觉得这一次失败了 是 对 如果再来一杯也失败了 怎么收场呀这个事 要再几人一次吗 可以啊可以 好 我们春春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啊 真的非常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会再来一次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好 好 好 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起来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好 这次一定要成功啊 可以 可以 好的 我们春春亲自啊 倒上了我们经典有机奶 哇 我们来看一下 哇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好 来 我这边帮你打奶泡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由我们经典有机奶打出的奶泡 真的是非常的稠密 好了 这次要尽快制作了 不要让它分开了 让我们一起掌声 欢呼声鼓励一下好吗 对 哇 融合得很好 这次很棒哦 很棒 好 好 好 这个中心点 然后给大厨 给大水流 这是我不知道 让你们看一下 中心点 对 给大水流 对对对对对 哇 台湾 树叶 OK 拉花成功 哇 一片完完整整的树叶 也是正好印证了我们这一次 有机生活沙龙的一个内容和精神 谢谢 哇 春春终于挑战成功了 哇 春春终于挑战成功了 哇 春春终于挑战成功了 现在再也没有人说我们春春 会拉花了对不对 对 哇 来春春品尝一口自己这个 这个拉花的这一个咖啡好不好 哇哦 感觉怎么样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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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的半对不对 你们也想喝是吗 大家也想喝对不对 大家可以回到家里啊 拿着我们经典有机奶来一起体验一下啊 好的 谢谢 哇 春春真的是 真的 让我们看到了您的这一种精神 一片完完整整的树叶 真的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本次活动的主题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安排 在这里也祝愿我们春春和我们经典 共同携手 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啊 之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赞叹我们的经典有机奶 它的一个稠密度 包括它拉花出来的一个颜色 我们经典有机奶 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有丰富的乳酯 它的乳酯可以高达4.6克 整体口感可以说是非常的奶香浓郁 当然它细腻柔滑的一个感觉 会综合我们咖啡业当中的一个苦涩 所以说我们平常喝咖啡的时候啊 会感觉有点苦 那么它呢就可以很好的 综合我们这样一个苦涩的味道 让我们的牛奶的醇香喷勃而出 和我们咖啡的香气达到一个非常完美 非常巴适的一个融合 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在家里制作拿铁 还是其他的花式咖啡 我们经典有机奶都是成为大家非常理想的原料 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陈老师 请您稍坐休息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刚才我们春春这个拉花时的感受 包括品尝了自己兰花的这个咖啡之后的感受是如何呢 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有点 有点开心的那种 心中的小惬意 然后因为我没想到说 今天来到这个有机这个生活节 然后还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技能 然后就有点小开心 有点小得意 是的 很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举办有机生活节 有机生活沙龙 也是希望把有意义的事情 有意义的美味带给大家 让大家共赴这场来自经典的有机生活之旅 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有听到我们苏总提到 就是说我们的有机生活是可持续的生活 这个可持续呢 包括我们个人生活的可持续 同时也包括我们爱护环境 爱护环保的一个可持续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经典品牌 都在积极地推动绿色发展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会感受到来自满满的有机能量 今天我们也会感受到来自减碳的理念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 我们也将会共同见证 经典三重植物积碳装的 我们一个重磅上市 首先我们和春珍一起来观看一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可以说看完这个视频非常的震撼 我相信春春也看到了我们经典的很多的行动 那么在我们视频的结尾 我们看到了本次限量产品的一个包装 其实我有注意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包装上面有三个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形象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掌声有请 伊利集团副总裁苏宇峰先生登台 给我们讲一讲产品背后的故事 让我们掌声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呢 伊利集团一直我们叫致力推进环保事业 大家刚才看到那个视频片子里面 我们已经连续八年和世界的自然基金会 在呼伦贝尔保护湿地 我手上拿的这一款是单顶贺的包装 其实另外两个呢 还有一个是冰威动物 中华秋沙鸭中间的这个 是中国的冰威动物 另外一个呢是蒙元灵 这属于即将冰威动物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跟这些保护湿地的动物结合在一起 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同时呢也能变成更好的一个生活保障 能够在整个呼伦贝尔能感受到 其实大家在想象中 一说呼伦贝尔大草原 其实画面中都是不用修图的 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呼伦贝尔 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呼伦贝尔看一看 也看一看我们真正保护的这种产品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三款产品 我们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就是使用环保的包装 环保包装要什么呢 国际上有一个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 这个产品是可以降解 可以回收 而且整个产品外包装 没有用塑料的提手 表面上也不用塑料的膜去加覆盖 这样的话是全面实现了可降解可回收的模式 另外的话 产品外包装呢 又用环保的大豆油磨 就相当于植物是可以真正进行全面回收的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 这个产品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梦幻盖 我们就要说使用梦幻盖的产品 用数据显示能减少17%的碳足迹 在未来这个双碳经济发展之下 我们想这个产品还是能得到广大消费者认同 如果大家在市场上消费一个箱子的话 那个箱子的里边 就这款产品的箱子里边有一张卡片 那张卡片是什么呢 是植物的种子 这个种子只要种在可适合的土壤里下 就是玉莺它是自然可以长出植物的 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产品外包装里面 我们增加利康总之的投资卡 这样的话让大家更多能感受到 自己在不光是消费产品 其实也是感受一种新的健康的有机的生活方式 所以说刚才也用伊利集团对环保方面的一些工作 和我们推出这款新产品的工作过程中的两个介绍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环保 多多支持产品 谢谢 大家一定会支持的对不对 谢谢 刚才苏总和我们介绍的真的很好 也让我们真的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经典的 来自伊利的这一份环保的力量 也感谢苏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 那么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的苏玉峰先生 还有我们的李宇春 还有我们的安娜女士王子龙先生 朱军军先生 武超先生 共同登台 掌声有请 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见证三重植物机 减碳庄的发布时刻 让我们共同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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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接下来的时间 请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用尖叫声共同见证三重植物机减碳庄的发布 好 让我们共同抒起伤手的大拇指 共同为经典点赞 是的 让我们一起面向摄影师一起合影留念 好的 谢谢 谢谢各位领导请入座 谢谢 谢谢你们 看到了你们这种非常振奋的点赞 也寓意着我们经典的明天越来越好 哇 刚才的这一个发布时刻 我看到我们春春和我们所有的加盟领导的脸上 都洋溢着非常喜悦和快乐的笑容 我相信这也寓意着我们的明天更加的灿烂和辉煌 刚才我们见证了呼伦贝尔环保装新产品的一个亮相 我们在场外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市集活动 其实我们场外还有很多的市集活动 也是体现了我们有机生活的一个理念 春春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有机生活 是的 其实我刚刚在后台有看那个有一个卡片 然后上面有那个市集不同的一个区域 对 其实就还挺想去体验 是的 哇 我刚才看到春春给大家比了一个首饰 是哦 哇 真的 我感觉春春真的带大家真的像家人一样的温暖 真的 我们一起来到现场也感受到了春春给大家带来的温暖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经典的时候 我记得春春有说过一句话 当时我看到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支持春春 春春说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也像今天的阳光一样的温暖 大家记得吗 是的 是的 说过吗 说过的 对 那一次在我们杭州的经典的活动现场 哦 那天很热 那天很热 你还记得我吗 也是我主持 是是是 然后我还有那个齐行嘛 对 还有齐行 哦 都记得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也勾勒起了我们和经典彼此携手的很多的美好的回忆 感谢春春给予我们一路温暖美好的陪伴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沙龙结束之后 我们正在进行的成都经典有机生活节 在那里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参观和体验 那里有非常多有趣的有机创意市集和我们的体验活动 当然在活动现场中我们也将有周边的一些礼品的兑换 在这里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三份 大家想不想要 是的 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份 也请我们春春为本次经典有机生活节的限量环保袋签名 好的 在春春见面过程当中呢 我也和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本次的耐瓶循环活动 在活动入场处我们可以看到 您可以注册成为我们的经典会员 就可以限量领取经典有机奶一瓶 参与我们的奶瓶循环活动 当然在我们的活动当中不仅能够喝到我们的 用经典制作的有机咖啡 同时还能通过我们经典的奶瓶制作环保部 来兑换我们的市集周边 还用很多不一样的有机体验等着大家一起去探索 就是开了吧 刚才春春已经就是完成了签名对不对 是 我本来想展示一下它 结果它很快走掉了 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并且我发现一个很好的细节 每当春春特别爱拿我们的这个经典有机奶 真的爱不释手对不对 是的 好 我们来拿出我们的新笔签名欢迎帮带来 来一张照片好不好 当然要配上我们的经典有机奶对不对 让我感受一下大家的尖叫声好吗 好的 谢谢 来 谢谢 有请我们的李 哇 看得出来我们今天春春真的是玩嗨了对不对 好 真的非常开心春春今天这么开心 我觉得你的开心也感染了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惊喜到底给到哪位呢 刚才我们有三个是不是 我们今天其中的一个 直接送给参加我们现场沙龙的朋友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有奖互动环节 到底谁能够收到呢 我们会有一个关于有机生活的题目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看那位小姐姐这个声音最大来站起来来回答一下好吗 哇真的是比声音的时候到了吗 是吗我们来看一下 看你能不能答上啊 来听好我们的题目啊 就是分享一种你自己生活中认为很有机的行为 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平时日常有在做的就是 如果我在家里或者是在公司点外卖的话 我一定会备注就是不要一次性参聚 因为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平时对这方面环保上面的还是挺大的一个消耗的 然后包括我觉得像我们在公司还有家里都可以种植一些小绿植 也是可以净化我们的空气 好的谢谢 来我们春春觉得这位朋友是否答对 哇 春春为你点赞了 来 恭喜这位朋友来送到我们的礼品 对 恭喜 一直在点赞 我觉得我们今天无论是刚才的发布环节 还是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赚点赞 为我们的这一次活动点赞 为我们的意义点赞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有两个会通过我们线上抽奖送出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经典官方微博 我们后续的礼品也会在微博当中通过我们的微博官方抽奖为大家进行送出 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经典有机生活上龙马上就要结束了 在这里春春还有什么话想要大家说吗 非常开心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那其实我觉得除了现场学习到了新的这个有机的这个生活方式之外呢 我刚刚看其实看那个视频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觉得说其实有机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品牌在做一个歌手在做 其实我觉得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加入进来 贡献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的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地球会变得更加美好 谢谢 谢谢春春说的真好 是的 从自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和点滴做起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我们的有机生活和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刚才春春也有提到其实看到我们刚才的那个视频真的很震撼很感动 没有想到我们今年其实已经做了那么多有机生活的一些行动 可以说是真正的积极践行了我们的环保事业 让我们共同祝愿彼此的明天愈加美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送给大家 大家想不想要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春春会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一张大合影好不好 好的 有请我们的摄影师 是的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大家的热情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春春 谢谢 谢谢您 再次感谢您参与我们的活动 谢谢 祝您越来越好 谢谢春春 谢谢 谢谢您 再次感谢我们参加本次活动的所有朋友们 可以说今天我们体验了非常多的活动 可以说有非常多的活动